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是對我們很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繼續說一下河馬他們夫婦的事件 昨晚我也有看到他們的直播 他們的直播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特別說 雖然現在多了一個王Sir出來 河馬說他收了一封情信 是一位姓王的老師寄給他 還因為這封信令和可伯在吵架 但我只不過覺得是一場戲 雖則如此 他們昨晚這套片又捕到流量 所以我反過來想說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捕到流量呢? 其實我覺得劇情沒什麼創意 又好像抄回去之前 美國老公的劇本再做一次 不過有時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有趣 不怕舊,最重要是受 所以這件事稍後我都會輕輕說一下 最主要是分析一下背後的觀眾心態 似乎這樣被他們找到這個方法 的話搞不定 他們會繼續做下去 除非河馬被抓去坐牢 就是另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想談論就是 為什麼河馬現在這麼事無忌大呢? 聽說原來河馬的香港前夫 蔡先生已經過世了 還要是上年因病離世 難怪河馬這麼囂張 因為他說錯任何事 或者老作任何事 他覺得香港其實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 而河馬之前也沒有想過 內地老公會找到上門 不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前夫過世 才令他去年那時一時寂寞 搞人老公做了人小三 然後小三做不成 才回來香港街市找水域 找一下找一下 竟然找到河伯 才有我們之後看的故事 河太的香港前夫過世的消息就是 之前發放有關蔡先生的網台主持 他自己昨晚也道了歉 他說有可能之前的報道交道不清楚 所以令到我們有些人誤會了 他就是河馬的前夫蔡先生 所以他現在就找回一些最新蔡先生的資料 讓我們得知原來已經過世了 據知河馬這個香港前夫 他以前是住圍村的 所以河馬是離婚之後才有公屋 之前網上也聽過 這個前夫本身有百多萬的退休金 有些人問 為什麼河馬沒有繼承他遺產 還不是因為離婚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很有趣 因為他們貪心 當時已經取消了這個前夫二十多萬 據知消息就是這樣說 當時就好像拿了二十多萬 回到大陸 不知道他建屋也好 買樓也好 之後想把人家的百多萬 去休金 人家不肯才離婚 當時河馬主動離婚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是命運整定 如果當時他不離婚 其實河馬本身已經有百多萬 這個故事沒有教會 有人因為太貪心 所以明明有點像是他的 反而就沒有了 也很像河馬這件事件 若不是當時一次過掏 河馬有百萬 河馬的拉女 會不會馬上調走錢呢 整件事 河馬又說 觀音保佑你 觀音護身 但你心術不正 所以觀音不保佑你 如果你心術正 其實每一條路 本身你已經是有錢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沒有想過 不如我今天點回首歌給你聽一下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男是女 他自己都不確定 最討厭這些以前之名行惡事的人 整日口中白好日 講到自己好自身 最討厭這些以前之名行惡事的人 整日宣傳自己在善心的人 偏偏行為總是惹人疑問 背後全部都是去假才是真 一日畫上自己 在望空妄想成真 叫我民眾籌等他捐去給醫神 講真有錢捐都直接捐 不用在這裡等 他慣口口聲聲 講到自己好成癢 其實只是想找人品 這個世界 什麼人最可惡就是 把口 總是說自己做善心 但實質 行惡善的人 這些人就是 口不對心 裝散好人 但其實不停作惡 剛才有些事都未講完 有些網民在這裡問 假如河馬之前問了一件事 香港前夫拿了二十多萬回大陸 起樓 未有機會可以查到他 有物業去內地 真是要看情況 你怎知道 他的錢是否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建 即是用他媽媽 用他姐姐的名字 你便查不到 因為都不是他的名字 這是我猜的 而這位河馬的香港前夫 蔡山 據知應該當年 在深圳認識河馬 而他們幾時離婚 就不太清楚 但都應該是來了幾年 不過根據現在的資料 跟河馬所說的前夫 就很不一樣 因為據知 這個香港的前夫 就應該不是河馬兒子的父 但早幾日 河馬還在說 他這個兒子是香港老公所生的 但這個蔡先生應該沒有跟河馬結婚結了這麼久 加上河馬之前在東張西莫那時訪問 他又說他前夫是姓河 又說住劏房 那時又說虐打他 究竟河馬是skip了這個香港前夫 將他內地的老公當作是香港老公這樣說 還是河馬還有些不可告人的資料 我們不知道 莫非他還有其他的香港前夫 我們好像不知道他結過幾次婚 而我們不知道他結過幾次婚 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根據雄律師說 華嫂現在來香港 即是結婚的身份 不是本身她自己的姓名 假如如果河馬是華嫂的話 有沒有想過河馬兩個身份都來過香港呢 會不會 那即是為什麼 即是會不會她的前前前夫其實都是香港人 即是她用過不同身份 嫁過給不同的香港人 如果要整個故事說得通的話 當然有些人在問 這樣就奇怪 河馬是上個月先拿香港三顆星的身份證 那豈不是有些前後矛盾? 也未必的 看看你怎麼看 很簡單 最初那個前前前夫 沒有跟她搞香港身份 還是搞大了她的肚子 生了河馬仔 這個也是我猜的 如果你要她所有說話說得通的話 又可能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事件 當然有可能我們手上的資料 蔡先生也有人假的 但這件事要讓河馬出來證實 老實說河馬現在都給你機會了 大家不要說我教她 只不過這件事我們想一舉兩得 但河馬你經常說我們說的東西全部都是假 現在你就證明 告訴我們我們手上的蔡先生的資料是假的 你有證據說出來的話 比你在這裏作什麼 美國老公、中學、黃老師 我拍Youtube影片 我自己在Youtube打軍都打了十幾年 你知不知道最忌忌是什麼 Youtube上就是 同一條橋 就不可以翻兜很多次的 你翻兜第二次一定沒有第一次那麼爆 所以現在其實你為自己 大平反大辯護 應該還會爆 這個稍後再說 說一說你昨晚演過一套戲 和河白兩人在這裏撒槍 河白在這裏罵河白 一說河白很想找黃老師的身份 兩人在這裏裝作吵架 因為很明顯那些戲很假 兩個都假 河白不停說話口疾疾 裝作惡 河馬又不夠火 昨晚又想說回河白的名句出街睡的說話 不夠爆炸力 怕油藥 有可能因為這次你真是演戲 沒有了支持的負負 你要上一次 多一次藝人訓練班才行 河馬你 最離譜的 人們懶得會不會 之前的美國老公又說是姓黃 現在這個老師又是姓黃 有人問我為什麼 他個人都姓黃 我以前根據 韋家輝寫大時代 這個故事的監製 為什麼以前的角色那麼喜歡 例如丁蟹又姓丁 或者二不容情裡面 丁有健 丁有康 姓丁 其中一件事 因為姓氏 他們以前的劇本要手寫 所以這些姓氏 如果筆說少一點 就寫少一點 名字反而不可以懶 因為名字有時候有意思 但是姓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有時候要覺姓氏 就不要那麼複雜 去解釋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河馬他們是否 那些偏旗又懶得這樣 即是黃字 說黃的筆劃少一點 但是現在打字不是手寫 你不是這樣也懶得 但撇開這件事 即是現在跟你說 你作這些故事 沒有收視的 雖然昨天你們是 拿到一點 抓到一點 attention 因為我看到有些網民在說 為什麼會走去看他們 這個吵架呢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吱吱的 現在河馬他們 知道每逢吵架就有人看 但為什麼有人要進去看呢 有時候不看轉播 原來有得解 首先有些轉播 是沒有畫面看的 他們覺得 吵架那剎那是需要看畫面 會精彩一些 其次有些轉播 主持 即是Youtuber 都會在旁邊旁述 我看到有些網民說 旁述那剎那的聲音 阻礙著聽的 何白和何曼吵架 所以搞到有些人說 不如直接進去看他 這部片好過 原來有這樣的情況 以後轉播那些 Youtuber 你就要想想想 他們兩個吵架那剎那 如何可以留住觀眾 還有我想說一下 他們這個設定 經常說到 很有錢 很有學識的人 就會喜歡何曼 太過沒有說服力 尤其是學校老師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學老師 如果是中學老師 我每天見到這麼多青春笑眼 你突然會 喜歡何曼那麼肥 不是吧 很多學校的女老師 都不是很差的 怎麼說 都不可能喜歡何曼 我怕他們下次說 大學教授 為什麼大學教授 更加不可能喜歡何曼 因為中學老師 可能也不敢和學生 搞私心戀 因為我頻道以前有一個成員 因為搞私心戀 搞到 永世不能在學校做教師 但大學教授就不同了 大學教授那班 全部是成年 所以很多時候 看到大學教授的私心戀 反而普及一些 因為我身邊的親戚 我都見過這些情況發生 所以我說 你不要每次設定那些人物 令我們很難投入的角色 何曼 說到自己是上菜 都不合乎現實環境 是的 你就不會選到可八 就算現在的暗門 好像喜歡何曼 聽說原來他真的不是很有錢 因為如果有錢的話 怎麼會去住公下呢 還要是住公下的劏房 何曼原來這樣的級數 只能吸納一些 比較似乎的男神 所以何曼 現在你的大翻身的機會 就不是再搞什麼的戀情 美國老公那麼厲害 現在去到中學老師又怎樣呢 會不會寫情信給你 會不會寫給你 會不會說學校去哪間 當然不會 誰會貼到你也糟糕了 裡面的內容就算是寫出來 都是老作的 很大機會 有人的黑粉玩你而已 因為黑粉寫也不奇怪 有人覺得好玩 當然有些人在問 何曼的地址周圍公開嗎 我不知道網上有沒有 但起碼知道他住哪一棟大樓 有人把一封信給助頭 叫他交給 這裡最出名的 何曼 沈沈 他就未收到這寬情信 所以何曼 你的谷修士 不是再搞什麼情情塌塌 搞一搞就開始沒有人留意 應該就是好像剛才所說的 大平反 你站出來 華哥的資料全部都是假的 你展示給我們看 或者華哥的資料未必是假 但起碼又可能 原來你不是華嫂 你說你之前的老公姓何 而這個老公就是生日韓馬仔 寫完這些資料給我們看 如果你能夠寫得到 那你這個人家真的可以平反得到 原來我們手上所有的東西是錯的 原來當年你真的在醫院 開到生日韓馬仔出來的 真是韓馬仔在大腿出生的 小時候真的有牛奶 你寫完這些資料給我們看 原來是我們錯的 如果你寫不到 看一看我現在寫的這些清單 到時有什麼東西要收拾進去 要學一把收拾給你 還有想吃好一點就吃好一點 因為之前河馬在教基哥李隆基 就是煮好東西給阿霞姐 她真是當作古代 剛剛怎麼送食物 戲也有得看吧 隔著發玻璃 大家還要拿著電話才能溝通 所以沒得說 有些人見識少也真是見識少 歡迎大家留言 你怎樣看現在最新的發展 可以給大家一些意見 今天娛樂新聞講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